嗨好,我是戰,為您介紹台中市大頓區與南頓區的大杜山 GO,對我來看白 這邊看到高壓電塔的 大杜山登山谷就在附近 這邊有停車格,我們靠邊停車 右邊就是台中市動物之家 這裡就是台中市動物之家 車子可以停旁邊的停車格 然後我們現在就來去找三角點 開好GBSO,我們現在離開停車格 來去找大杜山的三角點 GBS是導航從這邊往左走 我可以看到芒草蠻多的 地方有一個歡迎陰林大杜區的指標 登山口就在這裡 地下有一個BL022圖根點 用一個360度的指標 讓想要來找大杜山基點的朋友們 可以比較好找 左手邊就是台中市動物之家 看到很多炸猛跳來跳去 這條路很久沒有人來走過了 所以蠻草拿高 前面爬更高的 長崎圖這邊看到是要往右切 我們跟著前程走的長崎圖 行進時我們要小心看地上 好,免得有蛇 下面就是懸崖邊坡了 還例如是 沿著這邊懸崖邊走 但是雜草蠻高 再找看看有沒有別的路 然後這個方向走是沒錯的 我們找蠻草比較少的地方 我們先過去 前方大概60公尺度 就可以到達三角點了 長跡圖顯示 大陸山三角點 大概不到20公尺就到了 這邊又到了懸崖邊坡了 小心一點 好像是三角點在哪裡呢 這裡有懸崖邊坡喔 小心喔 你這樣走過走了 來邊慢慢走過去看看 這裡要小心嗎 長崎圖 長崎圖 直接放上去 放上去 放上過去好了 先慢慢走 小心地下 看有沒有蛇 沒有蛇 找到了 黃天不知口虛人 終於找到大杜山三角點了 來把旁邊的麻 黃草稍微彈一彈 稍後整理一下 以後大家來找三角點的話會比較清楚 大杜山 位於台中市大杜區與南屯區交界 標高200多公尺 山頂有一顆 旁側GIS1001號三角點 好的 大杜山三角點 拜拜 拍完照後 我們現在 走回去 停車的地方 前面看到中台路了 好 我們接回康莊大道了 跟著說 兩角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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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